好 哎呀 老沈老乔姐人都在不在啊 嗯 哎呦 我就说嘛 俩喇喇都在家 这还睡着呢 几个小的回来没有啊 小的说是要回来吗 要回来啦 哎呀 嗨 老妹儿 二弟 你是 大哥 大哥好 都在路上了吧 应该今天 又又来了来了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来了 哎呀 哎呀 哥哥 哥哥 老乔姐这妹妹啊 从小时候多看好的 哎行 既然后来报了个大款 哈哈 我们是富一代 哎呀呀呀呀 确实做了点小生意啊 镇上非常有名的乡镇企业家 哦 这吴德义也是混得可以 我挺惦记 老家老二的 上回不还犯事了吗 是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你看 踩点回来的 哎可以 大哥 哎呀 回来了 女生一人一条 脚蹬裤 哎呦 姐姐没在家 姐姐路上呢 给姐姐留一条啊 哦 留一条好大的 哈哈哈哈 喂 Cindy啊 你帮我把我 拿一个股票check一下呀 用三个衣把她抛掉 好了 这是我自己家 不用这个样子 哎呀 哎呀 雷公 不是我的补大肚吗 我是你的舅舅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哥 是安 是呢 哥 安回来了 哎 哈哈哈哈 咱王牌县属地不在河南呀 哈哈哈哈 哈哈 来来大家中间聚聚聚聚聚聚 没想到十年 大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正在97年啊 香港回归大喜的日子 这样我们再介绍介绍 也让我再认识认识你们 前几年啊啊 哥那个机床厂啊倒闭了 两年没工作 哎呦 不过像我这种始终走在 走在吗 走在就走不走 不过像我这种 始终都走在实在前沿的人 肯定会另毛通路的 所以最近 我把所有的家当 都用来倒塌了一批 BPG 哎呦 用不上了 用不上了 看出来了 这属于下海经商 还没挣着钱 但是哥 你看看我手里这个大哥大 这才是时代的前沿 我呢 这段时间 其实一直在珠海卖空调 公司已经连续五年 是销售冠军了 大家还送了我一个外号 销售界的明珠 哇 好 有错耳闻 因为嘉琳这个名字 对销售这个寓意不太好 所以我决定把我的名字 也改成了明珠 姐 你这个真是让人羡慕 我这几年吧 其实我北漂了三年 一直在坚持努力地做音乐 但其实一直没有获得发片的机会 有点迷茫 这歌手不好当 在外面应该也吃了不少苦 那老四呢 我这些年呢 一直在北京学习搞笑艺术 小时候呢 我是大院里的那个讲笑话大王 但是我现在是靠全职讲相声 连饭都吃不饱 瞧瞧老大 我怎么的呢 我这趁出国潮嘛 就顺便在这个城里开了一个 叫做出国留学培训机构 马上就开连锁了 做得很大 我之前呢 都知道跟之前那个女孩谈恋爱 后来分了一段时间 分了之后 这兜兜转转的 原妙不可言 后来又在一起了 快结婚了 挺好 挺好 恭喜我的大哥 我呢 最近也正在热恋 然后我也和腾哥一样 我打算走在时代的前沿 然后现在在广州呢 做服装的生意 生意虽然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我积压的货特别的多 生意不太好做呀 看来你这两年在外边也不太如意 瞧瞧老三最近看着 看着也混得不错呀 还可以 我呢 这些年其实是有好消息给大家带来 也有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呢 是我失业了 毕业之后 我进了这个棉房厂 没过多久 这个厂倒闭了 然后我就一直在家待业 但是好消息呢 是我们两个已经结婚好几年了 结婚好几年了 那是两个坏消息 但是我没下岗 前两年呢自己办了一个小厂 现在是咱们这个镇上 比较能排得上号的乡镇前家了 目前看起来好像沈家老大 瞧瞧老二 这十年呀 没有特别的往上走的感觉 有点原地踏步 所以下一次做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更加的慎重 现在是一九九七年 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变化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通讯方式 从你们手里拿着的 大哥大 从腾哥衣服里面噎着的那些 那当年按一个电话三千块钱 那大钱 可现在算得几万 得十几万了 我家当年很富有 像这种电视机啊录像机啊 双卡录音机啊 卡拉OK都有 而且买个电子琴的卡拉OK 对 说得对 那已经非常有钱了 像九十年代 我家电视机六千一 哇 录像机五千二 好吓人 那时候我记得我爸 买了一个二手摩托车 我家特别大的事 三千三还是三千五百块钱 很不得了了 家里 我为什么把价格 记得这么严实 天天给童爱点出去 记得了 都知道那会儿东西多贵 刚刚腾哥提到了一个物件 我觉得如果出现在 无论是老沈家还是老乔家 都是好东西 都能够拿出去吹半天 是什么呀 下一轮 居委会给你们比拼的奖品是 家庭卡拉OK大组合 来 马上进入下一环节 王牌卡拉OK 欢迎来到我们的王牌卡拉OK 我给什么要求 你们就把这个 跟内容相关的歌曲 接出来就行了 好的 好 第一轮 九零年代 和食物相关的歌 开始 食物 好 我来一个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 炸鸡 走掉了 走掉了 不行 那也算 有炸鸡有吃的就是 可以 我这个是九十年代的 沙拉拉拉拉 沙拉拉牵着你的手 沙拉是吗 沙拉吗 对啊 沙拉 这个食物呢 食物 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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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仔是人 牛仔很忙的在挤奶 从牧场挤完鲜奶 两小时以后 就送出工厂制作 最新鲜的飞鹤奶粉 飞鹤奶粉 作为我们国品之光 六十年将心 就为了一贯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 品质奶粉 这没毛病啊 非常精妙 那可不良 王牌可以变手 贾铃又上线了 那也是真的好 我才说的好 飞鹤不仅有自己的 这个产业集群 奶粉当中 还富含了乳铁蛋白 和十倍益生菌 唤醒宝宝 天生自乎力 接下来贾铃将获得 飞鹤奶粉王牌自乎的特权 可以指定对方任意一人 唱一首歌 夸飞鹤得到特权呢 我们也知道 飞鹤奶粉是我们国人的骄傲 提到我们的奶粉 就选飞鹤 我可以自豪地说一句 对我还真是喝飞鹤奶粉长大的 这样看来 特权还是应该给王牌家族 确实是喝大的